来了老爹 这很棒 这小人怎么换衣服 过年了 我肯定要给自己换身衣服 网上的小团的形象 过年都知道换了新衣服 我本人新年却不换新衣服 真的太勤俭持家了 到时候穿得破破烂烂去过年 然后那种相亲父老就很看不起我 就以为我是那种没有工作的 天天在家混吃等死的那种女孩 27岁还嫁不出去 然后就开始说我 然后就开始念叨我 怎么还不结婚 怎么不找对象 说找不到适合的 然后他说你怎么找不到适合 是你要求太高了吧 年纪大了你就该生孩子了 就该结婚了 还不快点结婚 还在这里挑三选次的 挑剩下的都是那种没人要的 你还不会赶紧挑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 也不是不行吧 也想找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了 你看你自己什么样 穿着稀巴烂的样子 还找差不多的 人家看得上你不错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在跟他说 我的工资 然后他马上就说 我有一个侄子 我那天看到一个人 现在不是过年了吗 大家都在房子 就家里人催婚 然后就有那种很多怼的 就怼人的那种 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太能怼了 他就说他有一个亲戚 然后过来说 说谁家有一个孩子特好 怎么怎么特别好 然后就夸他嘛 那孩子特好 他老是 特适合谈恋爱 特适合结婚 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说 咋的你跟他储夺啊 我气死了 我不敢说 到时候他说 你这年纪的就应该结婚了 我说对 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年纪 你再大一点 你就找不到对象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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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摆就完事了 按摩摩踢 就很棒 站好 这边 这边 Record 终要 感谢观看